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外貌SOHO是很多外貌业务员最后的选择 脱离了公司的监管和客扣 去追求真正的经济独立 可是外貌SOHO真的那么容易吗 我称作SOHO的外貌人为真正的勇者 做SOHO确实需要勇气 它不仅需要丰富的外貌经验 良好的客户 工厂关系还要有坚持到底的决心和一定的经济支持 这样才能更快的获得成功 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外貌人刚开始做SOHO时 有计划的花费才能走得更远 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 外貌SOHO 哪些钱可以省 哪些钱不能省 网站建设不能省网站是SOHO对外的名片 是招牌 如果不想一眼就被外商认为是一个小作坊 那么做一个优秀的外貌网站非常的有必要 它不仅可以展示你的产品 种类 还是做海外营销的基础 办公室可以省SOHO初期办公室租用 是完全可以省的 选择租金便宜的办公室可以有效的解决 初期现金流 前期人员不多 甚至可以在家里办公 毕竟你的网站才是你的招牌 海外营销不能省做SOHO每一分钱花的都要有意义 那么最有意义的应该就是找客户了 Google Facework等就是外貌SOHO最好的选择 起步成本比较低 效果比较好 人工费用可以省刚开始做SOHO时 我建议不要招太多员工 外貌建站 海外推广交友服务公司 一般外貌SOHO都是由业务员转型 所以主要负责跟单 发货等 我认为前期两个人足以 一个二线城市外貌业务员一年的工资都可以做一年海外营销了 一个是挣钱 一个是花钱 你选哪个 公关交际不能省绝大多数外貌人都是带着资源去做SOHO 但是关系并不是亘古不变的 所以要维护好之间的关系 如工厂 货运 客户等等 面子工作必须省除公关交际外 其他面子工作必须省 SOHO是一条艰难的路 吃苦是难免的 只有坚持才能获得胜利 除了以上那些 还有下面这些不能省比如 注册离岸公司 企业邮箱等等 总之 爱貌SOHO之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走 坚持努力才能获得胜利 爱貌网站建设定制化设计 多余种选择 以营销为基础 以收获巡盘为目的 代理国外社媒推广 涉及Facebook LinkedIn YouTube Interest Twitter 以及黄页博客等搜索引擎优化 内外优化 提升网站搜索排名 实现持久曝光 Google Ads 关键词付费推广 精准推广 效果立竿见影 进行 你的 感谢观看